你現在是家庭的支柱 你現在要比誰都堅強 這個兩個孫子 兩個孫子的兒子 你不知道在抓人嗎 知道自己他一個家庭後歲 我問後聞嗎 我問他在喝酒 你現在是家庭的支柱 你現在要比誰都堅強 好不好 這個兩個孫子 兩個孫子的兒子 從一個和樂的家庭 變成一個破碎的家庭 其實一直到現在 我們都還沒有跟爸爸 還有兩個女兒說媽媽的事情 在他們病情穩定之前 我們也選擇先不要讓他們知道 到目前為止 其實造勢者也沒有任何的慰問 或是說來關心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 說實在的 在我的想法就是 如果到最後 造勢者他還是雙手一攤 其實經濟重擔還是回到我們一家身上 這段期間其實我看到我媽媽還有爸爸他們 為了這件事情 從家裡長根 家裡長根這樣子奔波 其實 說實在的我們 我們真的很不捨 那 最終我們還是要回歸到我們的家庭 我們能提供的協助 其實也有限 那這個部分 才會想說 藉由這一次的記者會 拿向大眾說明 就是說 目前我們家的一些狀況 那也希望說 社會大眾能夠伸出援手 那我相信 專根醫院這邊 其實都有給我們很大的協助 以及 剛事發當下大眾醫院 他們其實都有在醫療上 給我們很大的協助 正確大家 那礙於病患的隱私 還有醫院的專業 所以說病情詳細的部分 我們就會交由長庚醫院這邊 做同意的說明 那我們家屬這邊 可以在這邊講的就是說 目前哥哥還有兩位子女 他們目前的病情是都有比 剛入院的時候有一些好轉 但是因為病情其實都一直在變化 我們也不敢去太確定的說 一定好或一定不好這樣子 所以這個部分 可能請社會大衷就是再多包涵 那如果未來有好消息 我們一定會告辭大家 那也謝謝大家的關心 那最後其實 針對酒駕這個部分 說真的 我 我們家已經 哥哥家已經破碎了 那 其實政府機關能做的 也就是補破王而已 我相信 如果這件事情 沒有去做後續的處理 我相信我們不會是 最後一個家庭 那如果說 政府 他們永遠都是要用這樣的態度 來做事後的補救 我說真的 我已經不知道要怎麼教導我的小孩 他過馬路就連走在斑馬線上 都有可能會被撞 三立新聞網 台灣前三大新聞網站 影片累積觀看數超過30億 九四藥客宿 2020台美四次大選 蟬聯發燒影片第一名 人生驚嘆號 台灣最溫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 都在這裡 訂閱三立新聞網 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 開啟小鈴鐺 國內外大小事 下載三立新聞網APP 即時新聞不露階